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自從宣布專心致力於遊戲開發以來 也持續執著了不少快智人口的遊戲 而秉持遊戲的原點就是有趣理念的任天堂提供了遊戲平台 這次與SEGA交織出一段精彩的樂章 節奏怪到阿爾納波隆皇帝的遺產 正是一款有著創新玩法的節奏冒險遊戲 色彩豐富是本週畫面給人的第一印象 賽露露的著色風格的畫面配合主機的螺絲3D效果 將畫面的景色拉了出來 這使得整體畫面更好看 又不會讓一些怕頭暈的玩家感到不適 過場動畫運用了優秀的分鏡 不論是演出精湊情節還是表現巴黎這個浪漫制度都做得非常好 同時字幕顯示在下方螢幕 這樣不會影響動畫的演出 需要看字幕的玩家也能夠很清楚的閱讀 一般的節奏遊戲幾乎全以樂曲為背景 讓玩家來順著拍子操縱 而節奏怪到阿爾納波隆皇帝的遺產 並非每一個關卡都是一首曲子 更多時候只是單純的打拍子 總之這位怪到少年做什麼事情都要來點節奏 不管是以樂曲為背景的音樂關卡所表現的旋律 還是純以拍子為背景的節奏關卡所表現的音效 都製作得很用心 遊玩時身體會不自覺的擺動起來 在主要劇情的部分 角色都以勸以音來表現 只有在一般冒險模式下的對話才是無意應處理 不過這瑕不掩餘 本作在音響方面做得十分出色 操縱方法也是本作的一大特色 除了一般節奏遊戲都具備的按鈕操作之外 主角在跳舞的時候 你要用觸控筆在螢幕上按照拍子使主角做出正確的動作 有時為了躲避巡邏 要點擊不同顏色裝飾的植物來躲藏 最有趣的是小提琴關卡 你要順著節奏用觸控筆在螢幕上拉來拉去 就像在拉小提琴的感覺一樣 但是操縱一下就非常能夠感到製作公司的創意 而這許多創意的操縱方式 使遊戲變得格外有趣 拿破崙的棺木被偷了 這是故事的開始 主角在法國巴黎深陷於這個事件之中 到底故事會怎麼發展呢 隨著節拍過關斬假 會讓人很想知道這個事件到底會怎麼發展 有劇情的節奏遊戲令人感到興奮 因為這張節奏遊戲不再只是節奏遊戲 本作除了節奏之外 還融合了冒險、簡易的要素 冒險部分雖然是單一出現劇情 但能透過有物對話來瞭解故事的發展 以節奏遊戲來說這樣的設計也不錯 對話方面沒有艱深的字眼 只要日文有中等程度的玩家都很好理解 另外解謎的部分也幾乎都與音樂有關 有些人馬上就能知道怎麼剪開 有些只要稍微思考也能順利通過 以本作的主要架構來看 解謎算是小遊戲吧 一場 Go 而且只要是通過的關卡都可以在選擇中再次挑戰更高的分數 這使得遊戲的耐玩度大增 遊戲中也有蒐集要素 不同的場景都偷偷藏著金幣以及光碟 金幣是用來購買演出過的劇情動畫 而光碟則是遊戲中的樂曲 這兩者的蒐集都可以在選擇中呼吸重播 不過也因為有這兩種蒐集要素 你必須在每個場景裡不斷的點擊觸控螢幕來做地毯式搜索 因為它們可能出現在任何一個角落 這點讓人感到有點麻煩 而且容易手痠 我想推薦節奏乖到R 拿破崙皇帝的遺產 給每個喜愛節奏遊戲的玩家 更想推薦給不擅長節奏遊戲的玩家 因為這與以往的節奏遊戲有著很大的不同 遊戲關卡的變化很多更有樂趣 跟著怪盜R節拍 It's Showtime 我是馬克皇 我們下次再見 對 對 對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